那么如果真的技术报告显示的确是危险 不符合的话政府是会要求它关闭 这也是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名字上摇虎偏向虎山形 这句话不适合用在营地的话 一年前巴东家里露营地发生严重土崩事故 夺走31条人命 让政府和民众开始重视营地安全性问题 地方政府发展部花了10个月的时间 与超过50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业者沟通后 制定了一份露营地规划指南 并预计短期内提成内阁通过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和敏 接受新洲日报与百合专访时披露 一旦指南出炉后 业者可以开始向各州的市政厅 市议会或现议会提出营地的开发申请 营地小于3000平方公尺的 只需要申请临时建筑准证和营业准证 而营地大于3000平方公尺的 则需要根据营地的类别申请规划准证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DO 有讲你的那地方 他根据指南 他找了这个Jalpatan Geosize Seminar去看 那么那个技术报告显示 当地风险十分之道 那么你就要凭良知做生意咯 就应该把这地方搬迁咯 对不对 我也不会去漂白它咯 那么如果真的技术报告显示 的确是危险 不符合的话政府是 就会要求它关闭 马来西亚也要法令 叫做城市以及乡村策划法令 这个法令很清楚的 所有的地方都有zoning的 明白吗 OK 当一个地方要发展 你必须先申请KM Gurbanera Meranzang 英文叫Development Order 比如讲 这个地方是属于住宅区 你现在要申请建工厂 肯定拿不到DO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Zone for Residential Purpose 你就找一个工厂建在那边 我怎么可能批准给你咯 我没有讲三月区不能 三月 三月区就要看嘛 有 比如讲 现在也有那种Kid Xenia 这样的地方 OK 在购物中心内做这个 可以啊 我没有讲不可以啊 它安全就好了嘛 比如讲 你玩Utama 对不对 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Zone 它购物中心 一个Mega Mall 它要开闭一个地方 做Staycation 它本来是三月嘛 只要它符合这个 营业条规和安全条件 地方政府是可以逼准的 我讲的是什么 你不能再 现在就好像 你现在是住宅区 你家那边 然后你在住宅区开卡拉OK 可以吗 然后你就说因为那间卡拉OK会谋受亏损 所以我们就一定政府要听它的 允许它就是营业 让它每天早上唱到半夜三点 你能允许吗 肯定不能的嘛 政府的立场是有容乃大 但是还是安全至上 我们可以海纳百川 就是说不会说对业者赶尽杀绝 但是所有的业者们 它必须指南出来以后啊 就必须根据指南 然后去如何去进行调摆 根据指南 地方政府将给予业者通融机 极限有豪华录营地 必须在2025年年底之前向相关单位提出申请 而基本录营地则是2026年年底之前 如果业者没有在指定期限内做出申请 有关当局将有权利采取执法行动 至于在准证收费方面 尼可敏表示会交由地方政府决定 肯定的嘛 立币县议会的收费 怎么可能跟DPKL的价钱一样呢 乡下有乡下的收费 所以全国统一 One size doesn't fit all 同样的道理 收费就由地方政府本身 但是我们会给它一个建议 但是决定权还是由地方政府自己去决定